我們開啟的是 兩個特別注意 你們的專案Hello World的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就是主要就先管這個 這個是Layout Layout就版面配置裡面的這個 畫面 那你可以放大縮小我想這些功能你就玩一玩你就慢慢就熟悉了裡面還有牽涉到哪個版本 甚至多國語系這些將來還會都用到 然後呢 一般習慣是把它放大縮小有時候你布局的時候可以用到 再來的話呢我需要按下他 然後他可以做什麼呢 當我按下他的時候 他可以去改變他 所以這個地方會需要有一個 事件 Event 這個Event就是說當我click他的時候 他要去改變裡面的內容 那特別注意在Android裡面的那個事件處理該怎麼做 所以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你要先去了解說 當我使用這兩個 這兩個元件的時候我必須要先宣告 宣告他們兩個是什麼 一個Button 一個TestView 第二個是怎麼樣 我要去連結 因為呢 特別注意 這個有點像 Android有點像 利用Java的一些 程式的觀念 但是有點像什麼 它是架構在 Java之上 所以如果說我要去連結 畫面上的東西 我必須 再去用FindView 把ID的方式 去找到這畫面這兩個東西 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是做事件處理 那怎麼做 這邊的話 因為我這邊 這個程式其實不會太長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做法上面通常 一 我會去宣告 那宣告在哪裡 通常我會宣告在 這個Class的下方 我會宣告在這個 痊癒的位置 為什麼要宣癒到痊癒 因為痊癒的話 你不需要說 到時候 又要在區域裡面去找這個 有沒有宣告 不用反正你就 簡單觀念 第一個 宣告 物件 為什麼要宣告物件呢 你要宣告物件之後才能使用 實體化 一定要宣告 宣告兩個 一個是TestView 記得大小寫不能打錯 宣告在這裡 一個TestView 叫T01 一個叫 Button 叫B01 名稱 盡量跟我一樣 比較不會有錯 然後呢 宣告之後 畫面上面會有個什麼 FindView ID 所以這地方的話 你就要去 再做連結 那連結特別注意 幫他強制轉型 把找到的 畫面上面的東西 再丟給什麼 T01這個物件 T01這個物件呢 才可以在記憶體裡面 walk 然後我們有兩個 把這兩個放過來 第三個是事件處理 那事件處理就是當我按下什麼 按下這個button 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地方當然 直接秀 我把step by step的方式 給各位做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 第一個 在這個地方 你們打開來 這個source之後 請各位在這邊 我習慣是在這邊 打 這個兩個 斜線 然後第一步就是 宣告物件 所以你就把它宣告在這裡 那宣告的方式的話 這地方 然後這邊的話 就把那個 特別注意就是那個 大小寫 一定要注意一下 TestView T101 分號 然後再來就是 Button 打上去之後你會發現 這地方有錯誤 為什麼錯誤呢 因為 上面 import 沒有import 這兩個東西 所以你import的時候 記得匯入它 有沒有 它是一個 Android的VG 它不是Java的 它是Android 然後這邊有個匯入Button OK 第一步就宣告 第二步的話記得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 void下面 Uncreate 所謂Uncreate 就是當這個 Activity 被 被載入的時候 那我們寫在哪裡呢 SetContentView的下方 這個SetContentView下面有沒有 它把那個 Layout 給載進來 所以Layout就是我們那個 畫面嘛 你畫面還沒載進來 你當然你兩個東西不能 就 你Layout還沒出現的話 那個Button跟TestView當然就不能 載進來 所以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T01 我的習慣這樣 把上面的這兩個 按Ctrl鍵拖拉下來 然後再把TestView 顛倒一下 中間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等號 再一個強制轉型 這樣會比較快 再打什麼List 為什麼呢 List指的是ListActivity 然後裡面會有個方法 叫什麼 FindViewById 按個Enter 這樣比較快吧 不然的話你要打那個FindViewById 要注意大家寫 打一個大R R.ID 點下去特別注意 這個時候就會出現 我們剛剛 特別注意 前面如果是T01 你就要選T01 你不要選錯了 如果張關禮帶的話 城市一啟動就馬上跳禮 OK 好 然後這邊再結束一下 一用同樣的地方的話 他就把這個丟給他 OK 我把它save一下 我看一下 T01 FindViewById 這個 剛剛 要按Ctrl鍵 不然的話這個不見了 再把 再宣告 沒有宣告到 OK 這個顛倒一下 宣告他 那特別注意就是 剛剛是按Ctrl鍵 才能拖下來 OK好 那你會發現上面有 下面才有 如果上面沒宣告 下面就不能使用 OK 那一樣的方式 Button的話也是FindViewById 那我 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用Ctrl鍵 這邊Enter一下 然後我的習慣 這個地方是 Ctrl鍵按住 這樣就保留 然後再把它顛倒一下 這個是小技巧 因為有時候 你要寫 有時候 還要再打那些字 那一樣 List 點下去 會出現FindView 把它Enter一下 大R 點 ID 有沒有 Enter 點 點下去之後 B01 如果我說特別注意 如果你 點下去沒出現的話 注意一下 你這邊是沒有Safe 所以記得要全部儲存 如果你 畫面上面這邊有沒有 你沒有把它Safe的話 這個名稱不會出現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點下去 B01 OK 那這把 第二步就完成了 所以這邊的話 就等於是 第二步 第二個步驟的話 就是連結 宣告連結 在第三個 斜線3 做什麼事件 處理 那事件處理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這個把它打一下 連結 我的習慣這樣 簡稱一下 這個是我自己的 寫法 跟其他 可能其他書裡面不太一樣 但是觀念上類似 那這邊的話就是事件 事件處理 Event 我想你們學過其他的語言 應該類似 那這個Event 就是說 我要在 Button上面 當我按下這個Button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呢 更改上面的東西 所以這裡的話 我需要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View 他會幫我去 Check 一下 到底有沒有 去按 這個動作 那那個 那個部分的 那個部分的物件呢 我們打個 B01點 這邊有個 B01 這個物件有沒有 上面因為已經有 宣告也有連結 可以用它 它裡面有個方法叫 Set Set all 記得 你就打來 Set all 我要在上面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 就是 檢查 到底 User有沒有按下這個動作 Enter一下 特別注意喔 裡面你要放一個 Unclick的一個 一個 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的話 Enter一下 特別注意喔 裡面的話 我們用匿名的方式好了 就是我不要再宣告 我用New一個什麼呢 New一個 後面請你記住 New 後面加上什麼 Unclick Listener 把它Copy一下 把它貼上去好了 不要call到Set 後面加個小刮弧 再移到後面的話 加一個大刮弧 特別注意喔 這個小刮弧 是給Unclick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叫匿名物件 Java裡面有 然後呢 我們當 它 這個後面可以傳遞參數 後面 這個大刮弧指的就是 當它被點擊的時候 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 記得就是說 在 這個前面 它會出現什麼 有一個 建立什麼類別 請你在Unclick前面加一個Button 當 什麼呢 當這個Button被點擊的時候 Button Unclick的時候 不傳東西 所以一定要小刮弧 大刮弧 游標移動到 上面之後 你會發現 會有個什麼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那因為我有大刮弧 勢必要做 一些事情 實作 所以點下去 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點下去 這個時候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 當被點擊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方法 叫Unclick 那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 這邊少一個封號 OK 就是 去改變什麼 改變上面的字 上面那個叫做T01 T01 就是那個TestView 點Set Set是更改 裡面的字 字的話 你打一個Test SetTest 那裡面字什麼字呢 比如說 輸入 按下按鈕 好了 OK OK 最後的話 我們就直接加個分號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 特別是要 1宣告 這兩個 2連結 這兩個 對不對 3事件處理 加一個 Unclick Listener New一個Button 上面的Unclick Listener 特別是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 做錯的地方 就是記得喔 這個我想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如果說你要自己 當然有別的方法 可是這個方法 我覺得我最習慣 而且 最簡便 將來如果你把它 記起來的話 以後都可以套這樣的方式 用在建立事件上面 一次就搞定了 最簡便 OK 游標移上去 特別是 這個地方有個小刮壺 大刮壺 厚刮壺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分號 OK大概是這樣喔 最後 游標移動到上面 就會有個什麼 新增未施作的方法 OK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 再加上去之後 直接執行 它 看看 如果你 RUN出來之後的話 按下去 就會出現 零按下按鈕 OK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那待會 當然你們可以再更改了 如果 有三種變化 第一個 請你 把它改 一個顏色 上面顏色怎麼改 第二個的話 如果當你按下第一次的話 是 你按下按鈕 再按下一次的話 又恢復 請按按鈕 第二種變化 第三種變化是 當你按下確定按一下 它會說你按下一次 你按下兩次 按下三次 如果要增加一個counts的話 怎麼做 所以 等一下如果你們做出 剛剛 這個結果之後 三種變化 換顏色 然後 去 那個上面的字更改 按一次 更按第二次 最後的話 有一個counts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這個 完成的sauce 在 我們雲端上面 可以看到 你可以切到雲端白板的 第二章裡面的 這個sauce裡面 就會有 我剛剛打的這些程式 是嗎 會的